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TechFusion科技剧变的第14期,也是我们第二期特别节目聚焦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国内勒索病毒事件 也不是国内,是个全球范围的攻击 然后好多人的电脑都被加密了 这个加密是指所有的文件都被加密了 然后没办法解锁 唯一的解锁方式就是通过给软件的作者付费 然后就付300刀的比特币,300刀价值的比特币 大概应该不到一个比特币好像是 给这个软件的作者 对,给这个病毒的作者 就是发一个完全匿名的比特币 这样就可以进行交易了 要不然要用支付宝什么样的就可以抓得到这个人 大部分的这些勒索类的这些病毒都是走比特币的 因为它的匿名,然后它也相对来讲比较方便 就是在这些匿名,对,在这些匿名的这些付款方式里面 而且它好像就是不是特别难 买比特币现在也不是很难 好多有比特币服务商 然后就是也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术语吧 以前是一个在互联网行业的术语 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因为之前炒比特币炒得很厉害 所以说我看那个这两天的新闻好像有不少的漏洞 然后大家对这个病毒和这一类的病毒 尤其是勒索类病毒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我就想说倒不如咱们录一期这个 录一期节目来讲一讲这些 一系列的关于网络安全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吧 对,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像网络病毒我们听的很多 但是以前可能经历过的一些很少是这种文件夹锁 就是被黑客锁住了之后 然后需要就这种勒索类的吧 以前可能相对来说会木马中毒 然后机器变得特别慢 然后可能那种情况我们遇到的比较多 起码我在玩游戏的时候 比如说夏威瓦中毒那种是有发生过的 大概多少年前,十年前吧 然后这一类的东西基本都是说把你的电脑变成一个像 像蠕虫网络或者说Botnet 就是机器人网络一样去攻击啊 或者是去在你这个网络下面去散播病毒的 是你作为同时作为受害者也作为尸害人 就是中了这个病毒之后 这台电脑就变成了被病毒作者控制的这样一个机器 这是以前我感觉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我接触了这个行业之后 我才发现什么样的病毒都有 然后尤其是近两年这种勒索病毒特别火 是因为人们的数据越来越重要 你在电脑上面存的东西很多都是你非常重要的数据 比如说你政府一些信息你都会扫描到电脑里面 你的银行账号也会被存到电脑里面 银行的这些收据和你去 比如说你去办什么事 填个表格大部分都在电脑里进行了 所以说你电脑里面的信息一旦 就是丢失或者泄露的话 会对你个人的这种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 因为它是你很 就是你很重要的信息都在上面 所以说根据这样的一个 根据这样的一个推论 那么就是拿你的电脑作为勒索的一个来源 就是一个特别有 有转头的一个行业吧 我觉得 然后这一类的病毒就兴起了 就是基本这一类的病毒的工作方式 就是说你有一个exe文件 或者是像在Linux和Mac上面也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就是其他的一些文件 比如说是一个shell script 就是一个脚本 然后可以运行在你Linux或者Mac上面 但在Windows上面基本都是exe文件 然后这个exe文件它会装作 比如说它通过那个垃圾邮件发到你的电脑上面 比如说你收到了一封邮件 说快看我的新照片 然后有一个假的照片的图标在上面 然后你就会去点下载 我是收到过这样的 当然我没点下载了 下载之后它你看到桌面上实际上是一个照片 logo 就是图标看起来像是一个照片 但是如果你点右键看属性的话 它是一个exe文件 也就证明说它是可以直接在你电脑上运行的 双击它就可以运行 大部分人下照片之后就直接双击打开 如果你不去看属性的话 作为一个受害者 你就直接就受害了 因为你双击了exe之后 它就会直接劫持你的电脑之类的 而且有一些的这样的勒索病毒 它是不会问你要最高权限的 这可能是Windows的一个特性 当然Mac上面有这种跳过最高权限的 但基本都是要要求最高权限的 这是属于不同的一个系统工作方式 但在Windows上面就是 你双击了之后 它就会你看你的鼠标转一会儿 因为我是 我为什么对这些病毒有这么多了解 是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每天都几乎能遇到 至少一个这样的病毒 然后我会在我们的虚拟环境 或者是真机环境去进行测试 从而发现这个病毒的通讯的这些信息 就是它到底给它服务器发了些什么 这是为什么我对这些病毒有这么多了解 就是我每次看到 它要不就是装成PDF 要不就是装成一个下载器 要不就是装成一个图片文件 然后这些你用户是都会去点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吗 你感觉这是一个下载器 你就双击了 你感觉这个图片就双击了 你感觉这个PDF你就双击了 双击的时候你就会被感染了 然后一般这种感染的过程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电脑的文件都打不开了 然后它被加上一个奇怪的后缀 这跟作者有关系 有些作者喜欢加一些奇怪的后缀 有些作者喜欢加特定的后缀 这些后缀呢 就是说你的文件已经被加密算法所加密过了 这个加密算法是非对称加密算法 就是说我有一个 咱们之前聊过这个段到端加密也是类似的 就是我有一个public key 我有一个公钥和一个私钥 私钥是用来解密你的文件的 然后公钥是用来加密你的文件的 那这个公钥呢 就是你文件加密之后 就是都是用公钥加密的 这个病毒的作者会有他的会有你的私钥 你只有有他给你的那个私钥 你才能解开这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那获取私钥的一个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你给他付这个钱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 大家在网络安全行业是 基本上不建议 而且不推荐任何人去给病毒作者付钱的 因为这是你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一个黑色产业 如果你付钱的话 但是如果你真的真的需要这个文件 或者说你是一个政府机构受到感染 需要这个文件 那有这种付钱的先例 好像加州的一个医院 还有加拿大卡尔加里的一个医院 都是付了特别高的那个勒索金 对 大概好像是有几十万价币 或者和几十万美元这样 就是很高的一个数额了 但是他们真的需要这些文件 而且在黑客行业的一个规矩就是说 如果你收到了钱 你就必须要给这个解锁 因为这是这个产业继续下去的一个生育问题 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个付钱就解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规定 传承下去的话 那下次如果有受害者被加密了 他就会说 我之前看到过有这种付了钱就解锁的 那我付了钱 这个文件对我非常重要 我付了钱应该是会解锁的 他就会去付钱 这是黑客行业的一个规则 就是如果你想让勒索病毒收取利润的话 你就必须给他们解锁 但是还是回到刚才那个点上 就是说我不建议大家去解锁 但是如果真的你觉得非常重要的话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先在网上面找一些解密器 因为好多网络安全公司会在一个特别大的这种病毒爆发之后 发布一些清理的那个软件和一些解密的一些软件 这些软件的工作原理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用过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测试这些解密软件 我们只测试病毒本身 所以说这些东西我都不太知道 但是回到这个病毒的那个加密算法来 就是你如果这个病毒被 如果你的文件被这个病毒所加密的话 你除非是获取那个私钥 要不然按照计算机的角度来讲 你是完全不可能用破解的方式破解出来私钥的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computing intensive的一个工作 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特别强的super computer 超级电脑 这个东西可能几千年都算不出来 或者试不出来 对于一台普通的电脑来说 如果这是你唯一的一个备份的话 你这文件没有任何备份 这是你唯一的一个copy 那你这所有的文件就都废掉了 而且你也找不回来 甚至我见到有一些特别奇葩的这种 就是隔半个小时删你一点文件 隔半个小时删你一点文件 给你造成一种紧张感让你浮钱 还有是除了在Windows上面 我在Android上面也见过类似的 但是Android上面这些就不算是特别成熟的一些加密算法了 它就是一个窗口 然后把所有下面的内容都给你盖住了 就是它不让你看除了这个窗口的其他所有内容 如果你是Android开发者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些 这些请求 它有一个叫System Alert Window 如果是我们收集过来的那些病毒样本上有这些东西 我们基本都认定它会干这种类似于劫持的东西 但这种跟Windows那种 刚才咱们说的那种还不一样 就这次爆发的这种是加密的 Android上面基本都是属于锁屏的 Windows上面这些加密的这些病毒 最开始出现的形式都是锁屏 后来就渐渐的变成了这种加密了 因为你知道锁屏可以破解 或者锁屏可以把那个进程给关掉 然后就好了 就没有必要再去关注它了 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吧 这个勒索病毒 所以我刚刚听你说了那么多 其实你因为做这行也做了一段时间了吗 然后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 其实没有太当回事是吧 因为你可能平时见不太多这种病毒了 在我们研究这些新型的病毒的时候 这种勒索类的基本就两三天出来一个 两三天出来一个 当然像这种规模的 像咱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规模的 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但是基本上 这种病毒的工作方式非常的简单 而且也非常好拦截 所以说 如果你有一个杀毒软件的话 或者说你的防火墙足够好的话 或者说这种病毒已经出来了 就是有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已经出来了这个病毒的解密器的话 就是这个几率是很大的 因为这个不是什么新东西 而且咱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不是什么新东西 这个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只是这次爆发可能这次黑客运作的比较好 然后它触及到了很多很多人和很多很多个机构 这样就造成了这种恐慌性的一种报道吧 但是这种东西确实很常见 在黑客产业里面 而且在16年年末的时候 已经有类似这种 Ransomware as a Service的服务了 咱们现在提到那个 Something as a Service 就是指这个作为一个服务 已经成为这种产业嘛 比如说Software as a Service 就是软件服务商给企业用户提供一些软件解决方案 这就叫Software as a Service 那Ransomware as a Service 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种勒索类病毒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了 而且已经有一个成熟的团体 在去把它当作一种产业来对待了 其实这次事件也给我们好多的 不管是受到伤害的 或者是没有受到伤害的 就好多电脑用户提了一个醒 因为据我所知 它利用的这个漏洞 其实微软在Win10上面 三月份已经发布了补丁去 去补好这个漏洞了 但是这次还有大规模的用户中招 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微软这种更新是强制 就是还是很野蛮的嘛 有时候 对 有的时候不让你关机 不让你拔电源 然后突然就说 Windows正在更新的电脑 全部要关机 对 有时候其实碰到这种情况还是很无语的 对对对 所以还是有好多用户就关闭了它自动更新 然后就觉得用的还蛮好的 这可能这次也会给一些用户提一个醒 就是真的还是蛮重要的一些补丁 因为其实可能之前遇到这种情况比较少 像这种补丁 可能对之前来说就是点一下嘛 就是没有觉得它起到多么大的用处 因为我们毕竟大多数人也不是跟这个行业接触的很深嘛 但是这次的话 其实真的触及到我们的那种切身利益 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电脑有使用用户 就是不是说特别成熟 包括很多成熟的电脑使用用户 都缺少一种防患医学 很多人会说 这个新的系统对我来说作用不大 它只是表面上增加了几个功能 或者像iOS上面 它只增加了几个emoji之类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不知道 在你看到的表面下面 其实有好多的安全类的修复 这种东西是 我觉得能更新的都尽量的更新 像很多这些iOS 我看咱们那个服务器的下载记录 它是可以看到你的系统版本的 然后我看好多都是10.3.1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基本都升级了 然后我看有不少的10.3 10.2 10.1 甚至还有9.几的 9.几的可能是升不上10的那种 但是有8的 还有8点几的 这种都是比较少见的了 那你像苹果 它可以用这些小数点 后面这种数位来表示 系统的这种版本 但是微软的话 好像并没有这么一个区别的一个东西吧 包括咱们服务器的撒载记录里面 都没有这些 好像微软 所以系统版本好像没有特别大的这种 differentiation 就是它不会去区分两个版本 或者两个小版本之间 它都是用补丁来的 像你说的 所以说像你刚才说 就是这个补丁已经在三月都发布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 这次爆发的这些面向这些用户 应该都是Windows XP和Windows 7的 然后 还有Windows 8和8.1 对 Windows 8 有这种东西吗 Windows 8对我来说还挺遥远 因为我是从Windows 7开始停用Windows 我就老记不起来有Windows 8这个事 Windows 8其实本来存在的时间就不是特别长 对 我看那个新闻报道上面有好多错误的这些指向 就比如说IFR有一个文章说 他写说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 医院内部信息包括病患的个人信息 遭到窃取 这就属于完全的一个对这个勒索类的软件 没有勒索类的病毒没有任何了解 因为一般的勒索类的病毒都不会去偷你的信息的 大部分的其实99%的勒索类的病毒都不会去偷取你的信息 因为它加密啊 它要加密 它偷取你的信息不就是那边有个备份了吗 包括你的上传的东西 那不都有一个备份了吗 它就失去了这个加密的意义了 它加密的理由就是说 你如果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个文件的话 那你就必须得付这个东西来进行解锁 付这个钱来进行解锁 信息遭到窃取的一般都叫info stealer 这种是会在你打开的时候 偷取你的文件 上传你的文件 然后上传你的设备码 然后上传你的那个按下的所有按键 它都会上传 这是一种偷密码的方式 这种还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这种不是特别一样的 而且我看有好多人说拔了网线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 我觉得因为这种大部分的这种加密类的病毒 实际上都是在离线状态下工作的 它不会去上传一些东西 它上传的可能是它的公钥 但是这个加密的算法已经写完了之后 它这个公钥就已经定在那了 它不会去改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一般的公钥都是生成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说的这种拔网线 应该是在还没有开机之前 然后就拔要网线 以一种离线状态来开机的话 可能会避免这个病毒来侵入吧 对 它有可能是防止病毒传播的一种方式 但它并不是一个防止这个加密算法继续进行的一种方式 对对对 包括很多人说拔电源 这个也不行 就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exe点开了 那你真的就完全 that's it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挣扎的余地了 就这样了 所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不要随便打开exe 而且不要随便下载东西 下载东西之后 一定要看它的文件后缀名 我不知道windows有没有这种 但是我的Mac上面 我是把所有的后缀名都默认进行显示的 这样我能知道这个文件是什么样的类型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种 不要随便下载 这些软件类的文件 这方面像这种国产类的杀毒软件 应该心得会比较多 怎么样能够让你不经意的下载一些exe 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防不胜防 这属于一种叫绑定下载了 这个是一种灰色地带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咱们之前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我们之前有的时候 把这些绑定下载会当成病毒来看的 但回头一看是瑞幸杀的软件 就是在于在对这种西方世界的理解 就是软件不应该被捆绑下载的 当然有部分的西方软件 还是依然是进行捆绑下载的 这个就咱们暂且不提 但是国内这种好像已经成为了一个风气了 对 咱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好多人说把网线 好多人说关机 这都不是解决方法 解决方法是没有解决方法 除非你去真的 你需要这个文件 你是真的需要付费的 当然有的时候 你觉得这都是有一些无关痛痒的文件 那你就可以完全把它重新下载 但我们还需要重申 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进行付费 可以再等两天 然后没准会出现一个解密器之类的 因为我看到相关的一些报道说 其实你就算付费 它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找到 就是锁定你的某一款机器的那个代码 然后去找到相应的软件 是有的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有的可能是去 在本地生成一个加密的那个公钥 然后去上传到那个云端 然后这个上传的动作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你就没有任何的 也是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了 当然有这种情况发生 还有更甚至就是这个软件是 你感染了之后 你付了钱 它都不会给你解锁 在Android上面我有见过 在Windows上面我有见过 这种软件 我们昨天跟那个 我昨天跟听众聊了一下 就是在听众群里面 也谈起了这个话题了 有一位听众 他说我是觉得 有可能是想让人们相信 他不会解锁而不再付钱 这个就是 这也是挺新颖的一个说法 我之前没有见到过 而且我在分析这些病毒的时候 也没有进行特别多的思考 关于这些商业模式的一些方面 这位听众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作为一个灰帽子 你不去 你做了一个这种 勒索类的病毒 你发出去了 有人感染了 然后有人给你付钱 你不给他解锁 这个产业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产业就受到了一定影响 人们就对这个 勒索类的这些软件的这些 信任度就降低了 当然是完全不能信任的 就这些可靠程度 他就降低了 我们还要去信任一个 勒索我们的人 也挺讽刺的 对 这个 网络安全这样的是 在今天这种数据 特别重要的一个时代 网络安全确实非常重要 所以说 出现这种勒索的东西 还是非常应景的吧 那我们说完了 这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说一说怎么防范吧 第一就是一定要更新系统 像定刚才说的 这种补丁是会随时给你打的 更新系统是保证你 不会大面积的出现这种情况 今天这种之所以会成为一种 大面铺开的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好多系统没有升级 如果所有的人都升级的到 Windows 10的话 那这种升级到最新版本的 Windows 10的话 那这种东西发生的几率 会很小很小 有个别的病毒确实会 漏洞不会盖住 就漏洞不会被他会用一些 没有发现的漏洞来运行的 这是有可能的 而且这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一个操作系统 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是如果你去一直更新 你起码能保证 你跟大部分人一样 或者你起码跟这公司 要求你所达到的一些安全标准 是一样的 那这就足够了 因为这些软件服务 这些操作系统提供上 能做到的只有这些 他就给你打了补丁 就是他能做到的一些 他能做到最多的一件事了吧 我觉得 其实微软这次还算蛮良心的 因为他不光 在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 因为他已经停止 对Windows XP和Windows 我不知道 还没有停止 对Windows 7的安全支持 XP刚刚停止 但是他依然更新了安全补丁 针对Windows XP和Windows 7 所以还是一个良心大厂的 还是可以的 对 补丁这个东西 他能给支持 他既然也就是说放弃Windows XP 然后他又回来给他打了个补丁 还是可以的 我们说一说防范的这种 第二个就是说 一定要去下载一个杀毒眼镜 杀毒眼镜不可能100%帮你防住 这些所有的病毒 但他能最大程度的 帮你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勒索软件的这个攻击 就好像卡巴斯基是有拦截的 如果你用了卡巴斯基 卡巴斯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也不是我们的那个赞助商之类的 但是我们就说 起码我看到卡巴斯基是有拦截 这样的一个东西的 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受害者 你下载了这个东西 你双击之后卡巴斯基给你拦截了 那你就没事了 就免免于难吧 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些杀毒软件 有没有任何的那个帮助作用 而且我也不用杀毒软件 就是我从来不用 因为你没在Windows上面嘛 所以就没有必要去用杀毒软件 但我不知道国内这些免费的 会不会给你提供 类似这样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覆盖率 但我知道很多这些大厂 麦克菲啊和卡巴斯基啊 他都是给你有很高很高的这种检测率的 起码在行业里面是很高检测率的 他不一定是表面上面 你可能看到有60%或者50%的检测率 但这个数字在行业里面也是非常惊人的 因为这个病毒的数量是很多 而且每天都有发生变化 所以说能及时的响应 然后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把这些防御机制写出来 还是相信大厂为好 我觉得 而且相信尽量相信付费的这些企业 因为付费就是某种程度上 支持这家企业更好的运作嘛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 写这些新东西 而不是说想着怎么在我的软件里放点广告 然后赚一点小钱之类的 第三点就是说 一定要有一个备份 因为如果真的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的电脑已经完全被锁死了 所有的文件都被锁死了 而且除非你去给它钱 里面有任何可以恢复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拿着那块硬盘 说我还一个备份 我所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起码我最重要的东西 都在这块备份的硬盘上面 我就可以不用去考虑 再去我到底是要就这些文件 或者我冲装系统 你就完全可以把这系统重装 然后把这些文件再弄回去 当然前提是说 你这个硬盘不要时时刻刻插在电脑上面 这是一个很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把硬盘插在电脑上面 它会加密你的硬盘的 对 也就是说你要定期的把这个硬盘给断联 但是有就是你硬盘如果被加密的话 这个备份也会被加密了 那这备份被加密的话就也都完了 其实就是还是一样的 对 所以说其实对我个人来说相对解决 相对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云端 当然有些人会在意这些安全问题之类的 我自己用的云端服务商 我是没有特别担心这样的问题 但国内的这些什么百度云盘之类的 有一些东西包括速度 包括这些软件的质量 都是不是特别理想的 起码在我用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理想 就软件质量 速度是肯定不理想的 因为在国外 但是软件质量也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说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用一些 稍微好一点的云盘服务 或者说自己建一个NAS 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的WiFi 建一个网络硬盘 然后这个硬盘你可以从上面拿东西 从上面取东西 或者放东西都可以的 这也可以 包括很多路由器都支持这样的功能的 如果自己搭建的话 这样一个自己的云端的一个储存 文件的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吗 我不能说是安全的 因为如果你的 如果哪天有个病毒攻击你的路由器的话 而且是非常有可能的 现在有这样的攻击路由器的病毒 你的网络也是可以 也是非常危险的 你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如果你的安全措施手段越多的话 你就会把这个事故的这些伤害降到最低 就比如说你又有最新的系统 你又有最好的杀毒软件 你还有本地备份和云端备份 然后还有自己家里的局域网备份 那这个东西很你基本是没有任何可能性 有一套有一套那个 这勒索的这样的一个软件来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加密的 或者说没有一套黑客可以做到的 把这五个 把这五个防范措施都覆盖掉的 这还是非常罕见的 不能说没有 因为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这起码是一个把自己的那些 安全措施最大化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备份的服务就有几种 有的是那种文件备份 就比如像Google Drive Dropbox这种 你是上传文件了 然后文件备份在云端 你如果去另一台电脑 你可以直接访问云端 或者说你这个电脑真的已经被锁死了 你就可以把这个电脑重装 然后把这个 把你转你的Dropbox 或者Google Drive 或者是一些云盘服务 然后你去登录 它就会自动把你的文件都下载回来 这是可以的 而且我个人是倾向于 把大部分的文件都放在云端的 尽量 第一是你可以在哪都去看得到 你比如说我今天就没有电脑了 我用手机也可以看 或者说我今天没有电脑了 我去用别人的电脑登录 我的云盘也是可以看的 这都是很方便的一个措施 把几乎所有的文件 我都放在了云端上面 第二种就是你去购买一种 成型的这种服务 这种备份服务 是把你的整个操作系统的里面 所有东西都备份了 像Backblaze就是一个这样的服务 你把所有的文件都上传 然后你哪天说 我这个电脑文件都坏了 或者说我电脑真的被加密的话 你就 你甚至是可以跟他们要一块硬盘 他们会寄给你一块硬盘 硬盘里面有你所有的东西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去上面找 三个文件回复 这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Backblaze支持就是免费的试用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试用 这是云端备份整个电脑 而不是像Google Drive 或者Dropbox 你选择文件进行上传 那刚才咱们说的第三种 就是属于硬盘类的 我不知道Windows有没有那种本地 就有没有这种原生支持 备份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像Mac上面的Time Machine一样 我就是用的一个四个T的硬盘 连接到了我的Mac上面 然后定期的我给它进行备份 然后定期拔掉 这个拔掉的动作还是非常令我不爽的 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Mac上面不支持热茶吧 你必须要给它先弹出 然后才能把那个硬盘给拔掉 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着急的话 就直接把两根线 就直接把我那个USB的转接头 咔咔咔全都拔掉了 然后再去 就在第二次打开电脑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你没有把这硬盘推出 你就给拔出来了 有的时候这种行为呢 会造成一定几率的这个 就数据的损毁 还是必须要小心的 所以说我觉得Time Machine 连接电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 一个解决方案 因为你需要一个线 连着 最好的一个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就是你去买一个Time Capsule 就是苹果出的那一块 路由器里面放了一块硬盘的这种 它是完全无线备份的 然后它的硬盘也还是不小的 有两个T和三个T可以选择的 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都不会 除非你放特别多的电影 除此之外 一般这种大部分的电脑 都是可以完全备份上去的 这都是钱的 而且苹果的产品 对 尤其这个Time Capsule 其实价格还是蛮高的 Time Capsule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而就我之前为什么没有选Time Capsule 而买了这一块硬盘 就是因为这一块硬盘的那个容量 比Time Capsule要大 而且它是Capsule Time Capsule的价格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 但是像我说的 如果你可以自己去建一个NAS 就是自己建一个局域网的这种备份处理方案 这也是可以的 它跟Time Capsule的这些运行机制实际上差不多 但只是没有那么方便而已 然后恢复的时候 你也是直接插上就可以恢复了 对 其实我回国这段时间 也是有了解小米的产品 小米也有自己的路由器 然后也是带硬盘 也是云存储 是支持这样的功能的 所以在国内的朋友还是有更多的选择的 我觉得这个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需求了 再从商业角度来看 这是有需求的 所以说肯定有这种可以满足的这种产品来提供的 当然小米像你说的路由器之类的 就是可以连接硬盘 基本上大部分的这种NAS的解决方案 都是硬盘连路由器 所以说而且很多路由器都支持这种 你不用去知道了解很多这种网络通讯的知识 包括你如果就是完全不知道 你都可以跟着它的步骤 然后进行下去 然后最终你也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在2017年 你真的没有理由不备份 而且这种是 其实你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是多少年以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防风险的方案吧 我觉得无论从商业角度 或者投资角度来讲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或者说从今天的这个文件 或者个人安全的角度来讲 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喻 嗯 这么一次事件也是给我们好多人都提了一个醒啊 就像我们之前聊过的隐私问题一样 觉得可能信息就是没有那么 那么的不安全 但是这次大规模的事件的话 希望也能够给我们大部分的人提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然后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这种文件的安全 因为虽然可能想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贵重或者值钱的这种机密文件 但是有一些呃像就简单来说很多私人的一些照片啊 或者如果没有备份的话 嗯 其实损失也是蛮可也是很可惜的 对 就是你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没有特别mission critical 就是你丢失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照片没有特别的呃 对你的工作或者对你的这些事业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因为他不是你呃非常就是不是你呃 他不是你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他同时对于回忆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你丢了这些照片并没有很多金钱的价值 对对对对对 而且像你刚才说的很多人对网络安全这种东西还是不了解 我觉得呃网络安全是就是一个黑箱子呃 进来的人对这个箱子的结构都不是特别熟悉 因为你在黑箱子里面都是黑的呃 但是外面的人也同时看不进来 因为这种东西是呃 我觉得学习成本是非常高的呃 但是这种学习成本高不代表着你不不需要有这些防范措施 这些防范措施的学习成本包括金钱成本都是非常低的 所以说呃 还是那句话没有理由不进行备份 然后如果大家能更多的关注网络安全的话 也不会出现这种呃新闻稿的写错的东西 这种东西呃还是呃 对我来说还是挺罕见 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起码我是很震惊的 就是新闻稿都可以写成这样 很多知识类很多那个呃 专业技术类的错误 我不知道是怎么写出来的 所以专业的新闻稿还是要用专业人士来写 对专业人士可能写不出好的新闻稿了 写不出什么呃 写不出什么震惊 写不出什么快转 什么看到就被删了删掉了之类的这种呃 特别吸引眼球的东西 但起码他能尊重事实来陈述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起码新闻的这样的一个呃原则就是说你去把事实讲道理嘛 对吧 你不能说去有任何偏见来报道新闻 当然这次新闻的这个报错不是偏见 它是技术性的错误 这也是 我觉得作为媒体来说 也是不是特别可以容忍的 嗯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第14期的TechFusion科技剧变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期特别节目聚焦 科技剧变是科技主题播客节目 我们讨论有关互联网的一切 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放映性博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这样您能在第一时间收听到我们的完整节目 直接在博客客户端搜索的TechFusion或者科技剧变 就可以找到我们居时聚会的去 你也可以通过发文件的方式提供反馈 我们的邮箱是hi at techfusionfm.com hi at t-e-c-h-f-u-s-i-o-n-f-m.com 你也可以都搜索TechFusion或者科技剧变 关注我们的推特微博和instagram 我们的三个平台上都是atTechFusionFM t-e-c-h-f-u-s-i-o-n-f-m 推荐大家加入我们telegram节目通知频道和听众群 点击我们提供的链接即可加入 您可以通过捐款支持我们 请访问techfusionfm.com slash donate t-e-c-h-f-u-s-i-o-n-f-m.com 斜杠-d-o-n-a-t 来为我们捐款 我们推荐您在iTunes上为我们留言 帮助我们把节目做得更好 我是Jerry 我是Din 感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